這個剛剛才拍的耶 他厲害喔 馬上現現現出來 7點30 怎麼下來了 說老是老是道 大家好 我是張正 剛剛那個是 我的身份其實現在有點尷尬 因為我辭私房報總編制 不過私人還沒批下來 現在還是 對 我名義上還是私房報總編制 不過為什麼可以跑來 因為我就一直請假 因為明天本來就有個事要去看 所以我臨時就跟國姓說 我知道他每個禮拜三都有一個演講 所以我前幾個禮拜就跟他說我要來 然後他就把那個農莊物身心也趕走 然後他就把那個農莊物身心也趕走 那也很高興 而且國姓前幾天去丟那個豬糞 就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事情 那我就在我路上就很高興說 我馬上就過兩天就可以見到國姓了 那我跟他認識說久也說不上多久 到五六年吧 其實紅雅我自己在台北做媒體 就是台灣力報 台灣力報 就是擴報的一個那個 一個同樣一個單位 那我們一開始就 很早就知道紅雅書房 就是佐水西藝人 最過月嘛 最兇馬 最奇怪 然後我第一次來這邊 我們是在 明雄那個什麼 我們要辦一個演唱會 我們請了一個越南歌手來台灣 然後來開全台灣群圍辦演唱會 然後剛好有時間 然後我太太就開車來這邊 就照他說 反正剛好有空來看一下紅雅 不知道也是什麼回事 然後一進來就看到余國欣 這張照片就是我那裡拍的 就是這個 你們都 你們可能都認識他吧 他就是很過動的樣子 我見到他有打 余大哥好 就跟他聊 我們聊得很愉快 大概聊了 六七個鐘頭 就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才知道他其實年紀比我想得多 他比我想 你是六十六對不對 六七 六七 他小我 他小我很多 他小我六七歲 可是我一見面我就非常尊敬的 叫他一打就 那現在他丟了豬粿之後 我又重新再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現在感覺這事情 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我四方報報紙這一個 我大概 我一定會辭啦 就是我做報紙做了很久 我從一 退伍 第二份工作就開始做記者 那後來一直做台灣力報 我本來是要去應聲破報 破報剛好消息錯誤 所以他就把我追到他們的姐妹報力報 我在力報做做 其實也做很久 然後力報是一個小報紙 做社運的 做教育的 然後長官就一直離職 一直離職 然後我就一直升職 哈哈哈哈 所以我後來做到副總編輯 那 再後來就是做四方報 那四方報 這邊可能還剩 還有一些 就是 一份東南亞的人 東南亞我是跟他 待會我會介紹 那我現在要離開 不太想 有點累了 就是 平面媒體有點累 所以我現在的 頭寫是 製作人 現在在做導演 所以 所以剛才那個程式 其實 其實很好玩 那是我 那是我玩遊戲的一個程式 我還不會剪輯 那個是程式可以剪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你有iPhone的 如果你是iPhone的 你就現在上去抓一個免費的軟體 叫做 Realmoolie RM 然後 所以你剛剛看 剛剛大家有上鏡頭嗎 所以我剛剛去上完這的時候 走出來拍的 然後我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就變成像一個 一個影片一樣 那我也很建議 國興 可以 把這個 怎麼樣融入到 社會運動裡面 對 所以你現在繼續接我的時候 最好還是空氣力 你要旁邊幫你拍 然後 現場馬上 就三分鐘以後就上傳 然後全國就知道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自己下傳 這個程式 Android系統好像還沒有 甚至只有 iPhone系統 那我回頭就來 那我回頭就來 這個電腦有點慢 請大家多多放 還是大家有 對阿 我剛才也其實很好奇 為什麼大家會來 聽 大家家裡都有 關係 有幫友嗎 還是 還是有 親戚朋友 有 東南亞的媳婦 還是 想來聽他講 對阿 其實我是 其實我是 我今天為什麼跑來這邊 不是為了想居住他那個 漏水的 綠三綠三 我其實想跟他聊一下 可是反正就來了 還是大家是想要 聽我講電腦文 也都可以 還是要聽我講 會關琴屁的事情 好 其實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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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所以有沒有 特別要 中國 是 是 不管 大家到底是 還可以 反正是還買書 結果不小心 發現 沒有講座 我想要請 你做一個 創意師 你 裡面 已經在 當時 接觸這麼多 外配人 或是外籍老公 人的一些感受 只是 你覺得我們台灣 應該要怎麼樣去對待 他們才能夠 就是 提升 繼續台灣的人群 或什麼 之類的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小姐 那就是我們這場主題 我本來想說 大家有沒有主題之外 如果沒有 那不管 不過那個余國縣 沒有準備酒 所以之後 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再聊 便當我 那些事情 好 看不太清楚 好 那我就講 先講四方報 四方報目前 四方報的最原始的概念 最原始的 這因為是我的 研究所的老師 也是 卡拉利報的社長 我進去 他就是老闆 然後 後來軍艦研究所 他 不放過我 他還是要指導我 所以他是我 公司的指導老師 他是做一個 國際移民的研究 公司也是一個 傳播學者 最開始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做一份 東南亞語言的刊物 上面寫的是越南文 或者寫的是泰文 因為這一位已經過世的老師 他那時候想做一個國歌會的研究 他要研究在台灣的東南亞外勞外配 一迷一封 他們在媒體上 呈現了什麼 好 就是一般做媒體研究 或者說 不管是 20歲到30歲的人 在媒體上會 表現 會怎麼樣表現 或者是嘉義地區的人 在媒體上怎麼表現 做一個 特定族群的研究 他找了半天 那國歌會的研究 計畫也過了 他發現他沒有 國歌會的研究 所以當初那國歌會 不知道怎麼寫 不知道怎麼讓他過 因為在 2005、06年的時候 當時台灣應該已經有 三十幾萬的 中南亞勞工 然後配偶應該是十幾萬 現在是四十幾萬的 中南亞勞工 已經離越南太國了 對不對 那外配偶的話 增加得比較緩慢 大概有15、06年 那他要做這個研究做不出來 因為沒有內容可以給他研究 然後我們自己是一個報社 我們自己有 出日報是出立報 然後出週報是播報 我那個時候剛剛好 剛剛從越南回來 所以我去越南 待了幾個月去學越南文 那他就找我 和我另外一個同事 說那 我們自己來做一份造成 就是他要研究 其實沒東西可以研究 因為雖然有幾十萬人在這邊 但是他們在台灣的媒體上 是沒有聲音的 這些外籍勞工 外籍配偶 不會出現在台灣的任何媒體上 有一點點 那時候 05、06年的時候 有一些廣播是 有 老委會補助一些廣播說 可能在廣播內有就是 不准逃逃啊 自己檢查啊 找必要找乾淨啊 這些 這是一個政令宣討 那我們想要的是一個 一般性的媒體 所以他就找我 和找另外一位同事 說我們自己來辦 那 反正就慢慢看 辦不成 因為立道扣報來是虧錢 所以 就不差這一點點 就再虧一點 他自己拿錢出來辦 那 那個概念 我覺得是這一段 這一段文字 這一段文字是他 在他過世之後 我們從他的書房裡翻出來 他引用了一個 Paulo Freire的一句話 Paulo Freire是一個 巴西的健康教育學家 他是專門去教農人士 做士資教育 他說讓被壓迫的人 發展自己的語言詞 會去述說世界 這是解放的一個基本環境 就是怎麼樣去幫助弱勢 怎麼樣讓弱勢自己暫行 這種方式當然是 我就給你魚 其實這就很簡單 就像一般我們在講 給你魚還是給你釣竿一樣 給你魚就是幫助他的 一種最容易的辦法 就是 發香肌米啊 那種的東西 發免費啊 前期之後發電扇也可以 給釣竿就很多種 那我們認為 如果站在我們媒體的角色 讓這些 我們覺得他是弱勢的人 可以有辦法用他自己的話 來描述他的處境 我覺得這個是最最最基本的 當他還不能夠描述出來他的處境的時候 其他的幫助都無從下手 優勢的族群想要幫助一群相對弱勢的族群 你得先讓他們說出來他到底哪裡需要被幫助 他處在一個什麼環境 那這樣子的概念套到媒體上 套到報紙媒體上 所以我們就希望做一份 他可以從這個報紙得到 快速的得到的資訊 然後他自己有意見 可以透過這一份媒體 他出發出去 所以你說現在隔壁的那個安養院 外籍老公請他用中文描述一下嘉義 來久的可能可以啊 剛來的其實他說不太出來 你問他說老闆對你好不好 他也說不出來 因為老闆也不會是都很壞或都很好 一定是有好有壞 他的處境是有一些應該可以趕進 有一些是他很感謝 可是他要怎麼樣用 怎麼樣有辦法說出那個複雜的狀況 所以你看記者去問外籍老公外籍配偶 如果有問的話 他肯定也不說不出來 欸婆婆對你好不好 不然腦子裡百轉千回 有好的有不好的 最後說啊不錯啦 可是如果你讓他用越南文講 讓他用印尼文講 他可以慢慢告訴你 他來這邊三年開始是怎麼樣 中間是怎麼樣 後來是怎麼樣 好 所以 你看在這個攝影書店 他的電腦是很高級的 我剛剛講的哪裡 就是我們這個報紙要發行的對象就是這三種 不會一向背景的人 不懂中文的上網 不方便的人 因為台灣畢竟是不管講國語台語 都是書寫上面是用中文 所以他要在這邊得到資訊 他必須要 除非他會中文不然很麻煩 那我們這個報紙就是 做一把中文的資訊翻譯成他的文字 因為我認為 我們認為 要他學會中文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不急 不那麼急 比起他要知道 明天會下雨 拆架多少 哪邊去看醫生 這件事情是不容易 你不能說我一定要等你學會中文文 我才告訴你看醫生要多少錢 不對 我們也沒有壞到這個程度 我們希望他先在這邊生活上OK 所以他的生活資訊 他得到資訊的能力 應該要優先於他學會中文 中文是很難的 中文是世界上最難的 你們知道 大家知道那個 英文裡面啊 說 比如說你們講一個很難的話 大家英文 你們有英文比較好 他就會說 我在笑你們講 講話講得太難 你說你們在講希臘文 這表示很難 聽不太懂你們在講什麼 可是你們知道希臘文裡面講 人家聽不懂的話 是怎麼講的 我們是有希臘人 有兩個人在講很高聲的東西 我說 你們在講中文 中文在希臘文裡面是被 被取例成最難的 就是語力 希臘文在英文的圈子裡 是被 沒有說成最難的 所以要讓這些外籍朋友 成年之後來台灣學會中文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他們現在能夠講成這樣 我其實都已經可以想過了 我就覺得很佩服 那 不懂中文的 李香輩子的 不太會上 那 因為大家都知道 做雜誌做報紙 就是一個 腮困 大家就是 嗨人都會報紙 你要嗨人都會報紙 可是 我們當然 有認為這個是 有需要的 然後對於很多朋友跟我們說 你們就做電子報就好啦 說在網路上就好啦 我們就會 反過來笑他 可是如果 這一個外籍老公 外籍朋友會上網的話 他就上網自己看 他就是連回越南看 連回印尼看 要不要看我這一份 一個月才出一份報紙 還是有用啦 可是 可是那不是我們的主要的 發行對象 那 我們現在有 越南 泰國 印尼 柬埔寨 菲律賓 五個語言 那 唯一有 在便利商店上架的是 越南 第一個是越南 印尼也是每個月出一 都是每個月出一 泰國 柬埔寨和菲律賓 是兩個月出一次 其實慢慢也回到我剛才講的 因為網路真的是越來越方便 比起我們2006年創刊的時候 現在2013年 我也開始用智慧型手機 那更不用說那些 外籍老公 外籍配偶 他們的手機其實升級得比我更好 因為他 因為沒有一個紅雅越南書房 他沒有跟他來逛書店 他所有的生活娛樂 十一順娛樂 都靠那支手機 所以那個手機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 大家不要笑 不要去笑那些 外籍老他手機 你用那麼好 我才 我的月收入三萬五萬 我才用這個 那麼爛的 你用那麼好 因為他所有的消費 所有的娛樂 所有的生活 都在那支手機上 他必須要弄好 晚上弄陪阿公的 他就是用那個看 用手機 可能還用iPad 別在網看他家鄉 那我剛剛沒有講一個 這個是我另外一位一起創辦的 他是 他其實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喬生在台灣 然後他當時是破爆的主編 那我是立報這邊的副總編輯 我負責越南人 他負責泰文 他為什麼會泰文 他很喜歡 泰巴雅 然後破爆會做一些地下音樂的報導 那時候在台北五谷新莊那一帶 非常多的泰勞 泰籍勞工 他們其實已經有地下五天了 泰籍勞工下班之後說 就自己 有的時候是白天 白天怎麼做夜店呢 就是把床鋪弄得黑黑的 去夜店 反正就是 反正一樣就喝酒 然後跳舞 抽煙 就很溫暖 那他會了一點泰文 所以他負責泰文 不過我負責越南人報導 這張照片是我們一開始去開發爆點的時候 我們的爆點就像貨爆那樣子 開始的計畫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疊道具 放到泰國店裡 或放到越南小吃店 越南河粉店 免費給你 然後請你送給你的客人 那我們的營利模式就是 他送的越多 表示我們銷量開始變大 廣告商就會進來 所以我們上面的廣告有 現在會款的啊 航空公司啊 電話卡 等等 就是他 這些人也是要生活一個 那這張照片為什麼有去呢 是因為我們開始拜訪 這些爆點的時候 這些店家都是 這家是泰國店 所以我不會講泰國 他會一點點看 我會一點點覺得 他跟他說明這個狀況 可是店家看到兩個 那個男人 他以為是台灣男人 可是他其實不是 他是香港男人 他的國語就是香港口音 兩個人還說 我們要免費送報紙給你 然後他的國語又很爛 然後他就改用泰語 他的泰語當然也很爛 那個應該是女生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沒有開門 因為他會 我相信也是啦 就是兩個 兩個台灣人來 然後 看起來很和善 可是 或者看起來就不和善 我也不知道 他就很和善 然後說要免費送我們報紙 免費送他報紙 這個有點 就很 他心裡也會怪 你們兩個是便衣嗎 還是什麼 所以他就在趴著乾 他就說明說明這個事情 那個店家後來的反應 就是跟我們說 好你真的喔 免費的喔 你不要下個月 偷偷就回來 就是回來跟我收錢 好 你免費給我 我免費給客人 這個是OK 就是讓他變成一個巡邦 後來的確 下個月 我們沒有跟他去收錢 他們就 行李師 就放下來 那就 那多來一遍 就多來一遍 然後我們那個 模式大概就讓 越南的就讓 泰國的其實沒有讓 泰國的報紙 當時沒有做小吃 後來他離開之後 兩年之後 我就重新做了 泰國的報紙 那一直 連續到現在 變做成了 一份的報紙 我們的內容其實 其實就跟一般的雜誌差不多 很多 母國消息 台灣的消息 然後有一些生活的資訊 然後有一些讀的投訴 那 當然主要就是湯的文字 很多台灣朋友就跟我們說 那你要多一點中文啊 不過我看不懂 我心裡其實是很不舒服 中文就去紅牙 都是中文 你去看就好啦 就是 不過做媒體做久了 或者做書店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這樣 做任何店都是 消費者是貪得無焉 就一直跟你說 你應該要什麼 應該要什麼 應該要什麼 你為什麼不買我的報紙 因為你少一個專欄啊 你真的加了那個專欄 他會再找一個專欄這樣子加 或者說啊我先沒空 所以 所以我們自己心裡要一把氣 就是 每個都加上去 大概永遠加過啊 那我們自己的選擇 我有時候有機會談的話 我會跟他回答 我這個報紙裡面 多一個中文字 我就要少一個越南字 我多兩個中文字 我就要少兩個越南字 那就我的立場來說 我認為他們是非常非常缺閱讀材料 我們是在座應該都是中文的嘛 我們要讀的東西已經太多了 我免費送你一本雜誌 你可能還會跟我說 我家放不下 我在紅葉買太多書了 所以我們雖然還是都有中文 所以我其實我們每一篇 每一份 每一份 每一篇文章 每一則報道 都有 有沒有 中文 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 只是 不完整 那我也不覺得需要完整 你真的很想知道 你就去 去學粵文啊 或者你就去問你的房東 問你的老婆 我覺得那反而可以創造出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交流的狀況 那台灣的消息 我們會折藥 很有限啊 台灣那麼多消息 不過像最近只有一個消息 哈哈哈哈 一個半啦 那個 那個余國紀念 大補上去半個消息 我到今天剛吃飯還是 整節新聞都是 紅中秋 當然很重要 可是好像 就是同一些 我的同業們繞不出來 所以昨天才會跑來訪問我 我說你這個問我幹嘛 我是20年前被關的 現在真的沒什麼關係 哈哈哈哈 然後生活資訊 比如學習 學習中文 然後醫療的資訊 法律的資訊 我們會找一些 找一些 找一些 找一些翻譯出來 給大家看 那 大家可以看這些照片 這是我早期 報紙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拿到報紙 又會去公園 去什麼地方 我去送報紙 那時候還是免費的時候 也送給他們 他們 這幾位都是越南 這些越南朋友 看到越南報紙的時候 跟各位不一樣 我們這邊有一疊 不用拿出來 如果送給大家 大家會 怕 怕手弄髒 又看不懂 就 客氣的還給你 可是你看他們在看的樣子 他們是 他們是鑽進去看 這種狀況 大概只有把 我們 把各位 丟到一個 美國 美國可能有 英文太好的東西 丟到 馬達加斯加 或者 莫斯科啊 丟到那個地方 你文字是不同的地方 這時候走在路上 看到有人寫 饅頭一個時刻 我還沒有 我真的餓死了 我跟你講 你聽到 旁邊有一個人跌倒 然後 紅香 黃香 黃香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只有你自己到那邊 才 比較會有 比較有機會 才會到 我自己在越南 待過 其實待了也沒待幾個月 待四個月 因為感覺 會不會 我那個是 拿進南大學的 有一個 講助學金 就在我 已經是 但是 在職的時候 不是 不是一路上說 是後來講 就去念六歲 我去的時候大概三十幾歲 三十四 三十五六歲 然後去讀 名義上是去研究 可是其實你根本是啞巴 你研究什麼 就沒什麼好研究 你就去那邊的大學 裡面學院 讀越南人 那跟一群韓國人 日本人 聯繫高人一起去 其實白天是很愉快的 就有人出錢讓你去留學 然後我那時候 又是工作 暫時到一段 像現在這樣 就是 買這個工作丟掉 就覺得心情非常愉快 肚子就開始墊大 那時候 可是你在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 你到了一個人的時候 那是很 很難過 很不舒服 然後白天你看起來很舒服 就是 喝酒啦 啊啦啊 可是你沒有辦法真的做一些交談 你沒辦法談事 你沒辦法討論書 討論議題 你只能說 哇今天天氣很好 對 好好 對 那都是什麼 乾杯 大家都只能講這些 他們要談重要的題目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好笨 然後可能你心裡想 我不笨啊 其實我可以討論的 只是你們用我講 用我聽不懂的話可以講 我那時候最 我那時候帶去幾本小說一下就看完 因為晚上我回去就沒什麼事的看書 後來我終於也把另外一本 那時候想說可能可以看比較久的 就是 法文大馬 他拿出來看 因為其他小說我都看完 然後路上那種 到華人區買了雜誌也是一整本 就直接配個看 開始看法文廣 就很好看 因為他看得懂 你白天講了一整天 英文和越南文 就是都是鴨子在互相講壞 可是回去看的時候 我就看得懂 那個才比層次了 我忘記那個教主 不知道教主 就寫的 有些是很有道理 有些人就 這個太爛了 你不跟他對話 你心裡不跟他對話 他講的那個說法 你都會覺得是好看的 的確有一些是很有道理 怪不得就是那麼多人要信他 可是有一些 我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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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覺得那個心情 不去 不出國 不到異地 大概很難體會 那 我之前有一些機會碰 對他當年在美國 他們那種高級留學生 像我們是那種 去玩三個月 他們是長年在那邊去那邊拿到獎學金 然後拿到學會 他說他去游泳 那個院長男生 他說他去游泳 那種洋人的游泳室去游泳 他下去游泳 游游游就發現 欸 用詩怎麼只剩他一個人 美國那邊可能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區 但他不會明目張膽的說歧視啊什麼 可是 我不想跟你在同一個職業 所以白人都走光 然後他舉那個例子說 對 那種歧視 和那種一個人在海外的部分 他可以提供 他就回想到他 他應該是六七十歲的那種馬教授 他當年二十幾歲六學的時候 就放過這種狀況 如果大家有這種經驗 歡迎 歡迎待會兒分享一下